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访客生活在一个叫圣巴巴拉的小城里 在他妈妈杜罗西55岁生日那天 他们那辆用了几十年的福特汽车 在超市的停车场自燃了起来 杰米对这辆车没什么感情 烧了就烧了吧 车里本来就有一股汽油味 还常常过热 但杜罗西却难以释怀 那辆车是前夫留给他的 他见证了杰米从婴儿变成少年 见证了他们的婚姻从美好到分裂 望着起火的车 杜罗西的心里缺了一块 仿佛属于他的美好年代 也随着大火一起燃烧殆尽了 当晚 许多人都来参加杜罗西的派对 吃吃东西 聊聊天 借着热闹 杜罗西得以驱散内心的孤独 临走时 看着杰米会喜欢的女生朱莉吃醋 杜罗西暗自发笑 杰米却颇为反感 杰米讨厌母亲 总是以过来人的态度 看待她的生活 却给她自己 降了一堵厚厚的墙 她看得出来 她并不如表面那样快活 但当她问她 快不快乐这样的问题时 她却总是回避 杜罗西快乐吗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在大萧条时代出生 那时人们总是很穷 很悲伤 但活得真实 她经历了战争 有个飞行员梦想 但没能实现 却也成为了第一匹 进入职场的女性 她最喜欢卡萨布兰卡里的豹家 但最终和一个 她也不确定爱不爱的男人结婚 她喜欢她的地方 只是她是左撇子 可以在清晨 一边和她计股票票价 一边用左手挠她的背 在她如白开水一样 平淡的生活里 只有杰米对她来说 是最重要的 她自认为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尊重杰米的选择权 希望她能够独立思考 然而一次危险的游戏 让杜罗西明白 自己和杰米之间 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 那是一个胡聊的游戏 参与游戏的人 昏迷几秒后就会醒过来 然而轮到杰米的时候 她足足昏迷了 有半个多小时 所有人都担心极了 尤其是杜罗西 万幸的是 她黯然无恙 杜罗西无法理解 仅仅是因为从重心里 杰米会去做 这么危险的事 杰米离开后 杜罗西省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弄不懂杰米这代人 有着优游的物质条件 却听着难听的音乐 百乎聊赖的消耗人声 她以自己的方式 努力也想让杰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结果却收效甚微 四十年的沟壑难以跨越 她决定去找艾比和朱莉 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直到杰米 朱莉是杰米喜欢的女孩 朱莉喜欢用身体与世界交流 她和许多男孩做爱 通过这种行为来了解对方 她的母亲是心理咨询师 却忘了关心她的成长 在她妈妈组织的心理小组里 她总是一副有理在外的模样 夜晚来连以后 她会偷偷爬进杰米的房间 是有和杰米在一块的时候 她才会露出她真实的那一面 她知道杰米喜欢她 但她与杰米睡觉 聊天 暧昧 就是不做爱 同样的 她也不会真正与和她做爱的男孩们交谈 阿比的音乐口味 总是能够吸引杰米 因为恭敬癌 她离开了学校 离开了大都市 离开了朋友和母亲 独自一人租房 看过天外来客以后 她把自己的头发都染成了红色 难过的时候 她会放着摇滚乐跳舞 很多时候 她的音乐也会邀请杰米加入进来 她热爱生命 热爱摄影 她给一切与她交集的事物拍照 做这些事时 她感觉到生命力 一点一点回归到她的身体里 疾病 便不再是那么显眼又恐怖的东西 多罗西也不是没有想过 找一个男人知道杰米 但房子里唯一的男性威廉 和杰米总是聊不到一块去 阿比和朱莉对于多罗西的建议 并不太理解 但他们还是同意帮助开导杰米 得知消息的杰米更加烦闷 索性和朋友一起去洛杉矶看演出 她不在的这个夜晚 房子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阿比在问明天的检测结果 忐忑不安 也许是为了逃避对疾病的恐惧 她走进了威廉的房间 想和威廉做爱 她为此设计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 她是个第一次拍照的女孩 而威廉是一个摄影师 她必须为她的性行为 找到某种意义 就像她总是通过镜头 给她周围一切微不足道的物件 赋予意义一样 深夜 杰米回到了家 杜洛西终于放下心来 早一等在房间的朱莉 刚刚哭过 她告诉她 她和男友发生了危险性行为 很有可能会怀孕 杰米不愿听到 朱莉和其他男性的故事 但还是为朱莉担心 即便自己有麻烦 朱莉仍坚守承诺 打算和杰米聊聊 她让杰米把她当作多罗西 对她说 她想要对母亲说的话 角色扮演真好 可以让什么 暂时逃离不堪的现实 说出难以出口的话 但一夜过后 每个人都要回归彼此的生活 看面对的事情 还是一个都不少 艾比要去医院拿结果了 杰米陪艾比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艾比 她的切片是良性的 但她很有可能无法生育 我认为你跟杰米有最大的事 我认为是 艾比因为不能怀孕而万分痛苦 而朱莉还在恐惧 自己可能会怀孕 在医院的时候 杰米无意间看到了 可以在家用的验孕工具 她买了一个送给朱莉 在等待结果的两个小时里 朱莉教杰米如何像男人一样 抽烟装酷 还告诉她 坚强才是最为重要的品质 两小时很快过去了 朱莉没有怀孕 两人都松了口气 指导与被指导好像倒挂了 反而是杰米陪伴着两人 度过了最为糟糕的时段 因为杰米的陪伴 艾比对杰米敞开心扉 她给了杰米她认为最棒的音乐 告诉她关于她的往事 与其说 他们在帮助杰米去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 不如说去成为 他们理想之中的完美男人 某天 杜罗西看见朱莉从他们家 偷偷爬下的身影 才恍然明白 两个孩子之间的秘密联系 她追上朱莉 想弄明白 他们会做些什么 尽管朱莉说 他们只是睡觉聊天 杜罗西还是很生气 她不相信朱莉这样能够帮助杰米 朱莉却说 杜罗西对杰米的影响才是最主要的 在朱莉眼里 杜罗西在与男人交往时 几乎从来不投入 而实际上确实也是这样 杜罗西惊讶于她的犀利 自从离开潜伏以后 她的生活似乎就停了下来 因为她的防备 也曾有同事误以为她是女同性恋 她决定让艾比带她出来玩 让她见识这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 夜晚的酒吧 充满了躁动的音乐和荷尔蒙的气息 灰莲给了她一个浪漫而含糊的吻 杜罗西对此并不买账 那晚她听到了灰莲和艾比欢情的声音 尽管灰莲说她对艾比不是认真的 杜罗西仍然无法理解 她口中的性和爱是可以分开的 她穿过人群 走到舞台下面 看见台上那些奇怪的新兴人类 她同样无法理解 这些人就是杰米他们的偶像 这里是他们的世界 但并不属于她 她静悄悄地离开了 嘱咐威廉照顾好艾比 她走以后 艾比和曾经结仇的人打了一架 亏连又告诉她不想再跟她上床 伤心之余 艾比索性把重心放在了教育杰米上 她给了她一堆女性主义书籍 试图让杰米了解平权思想 在其他男性吹嘘自己 让女孩高潮了三次的时候 杰米也用书中的理论反驳了她 没想到 她的纠正却遭来了男生的一顿胖揍 就连杜罗西的车都被涂上了侮辱性词汇 对于成人世界的规则 一知半解的杰米 突然想去看看艾比常去的那个酒吧 在那个酒吧 艾比教杰米如何引诱女性 如何装作是一个成熟的男性 他们喝醉了酒 在草地上消磨青春 他们离开后 杜罗西和威廉度过了一个极其浪漫的晚上 那辆过时车 已经被威廉改造成了一辆崭新的银黑汽车 这车就像杜罗西 是新时代与旧时代的融合产物 她是第一批进入职场的女性 经历过战争的她独立而坚强 她曾走在时代前列 但时代实在变化太快 她的衰老也来得太快 只有在安静的小酒馆 用点唱机点击首老歌 才仿若回到了旧日岁月 她只是一个需要陪伴的人 一支舞的陪伴已经足矣 这是属于中年人的夜晚 只是跳舞 忘记岁月流逝 青春不再 这是属于青年人的夜晚 只是闲逛 只是接吻 仿佛永远青春 但一切结束后 杜罗西仍是那个 憧脆落寞的中年妇女 杰米还是一个 孤独的青春期男孩 杰米开始读一本叫 《活着和过时是痛苦的 衰老的女人的书》 她无法不把书中的东西 和她的母亲联系起来 当她念着 关于中年女性的内心独白 给杜罗西听时 杜罗西却很反感 书上写的每一句 似乎都在说她 但她无法接受 她的脆弱 被这样直白地展现出来 她找到艾比 让她停止 给杰米关书 女性主义思想 但艾比无法理解 她为何这么生气 又一次聚会上 因为艾比说了 《月经》这个词 杜罗西再次和她起了冲突 在杜罗西的意识里 谈论姓名词是可耻的 但艾比作为一个平权主义者 却认为这是再合理不够的事情 她索性让在场的所有人 一起念出这个词 朱莉也讲述了 她的破除经历 那是一段并不美好 甚至显得有些肮脏的经历 如此种种 让杜罗西不得不提前 结束了聚会 那个夜晚 杰米第一次拒绝了朱莉 只是为了谈话而留下来 她不明白 为什么朱莉对性的态度 如此轻浮 却始终不愿与她发生关系 朱莉很伤心 她想要杰米和她一起去西海岸 就像她曾经一直说的那样 在那里 他们闲逛游荡 杰米终于鼓起勇气 向朱莉告白 一直以来 她都如此渴望着朱莉 但朱莉还是做不到 为了维持有益而做爱 比单纯的做爱 更令她反感 杰米生气地走掉了 一夜未归 当杜罗西接到朱莉的电话赶来时 杰米已经回来了 但她还在生气 不光是对朱莉 也是对杜罗西 她一开始 就不应该开启 这个可笑的游戏 杰米感觉自己 像是一个被愚弄的小孩 杜罗西终于敞开心扉 告诉杰米 她之所以找他们来帮助她 不是因为她管不了她 而是因为她希望 她能够活得比她要开心 这是杰米第一次 听到杜罗西说心里话 她感觉 她与母亲之间的隔阂 正在慢慢化解 但谁也不知道 这究竟是开始 还是结束 也许不久以后 杜罗西会因为肺癌死掉 朱莉会离开这个小城 艾比会结婚 威廉会开一家淘气店 伴随着解密长大的人们 会在生活平凡的潮起潮落之中 一个接着一个消失 一切都失去得太快 等到杰米也有了孩子的时候 她会发现 她不知道该如何 向孩子讲述她的祖母 那是一个复杂的女人 既脆弱又坚韧 既保守又开放 她是被时代淹没在 二十世纪的女人的 一个小小缩影 我把我的手放在小窗上 然后他会拔着我的手 然后我告诉他 他的生命 是非常大 和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